48歲被資遣創業 其實還滿有勇氣的 小孩真的說多大 我有三個 對 最小的那時候 最小的那時候三歲 三歲喔 對 最大的那時候十九歲 十九歲 對 身體真的很好 身體沒有問題 但是不會有壓力嗎 小孩有三個 那麼小 說實在的 我被資遣的時候 以前沒有機會抱小孩你知道嗎 我之前的時候 我就坐在家裡 我就抱著小孩這樣抱著 然後他就貼著我 心臟貼著我的心臟 爸爸 爸爸 我在想我應該怎麼辦 他這麼小的時候 我就在家裡退休 他光看到他爸爸 又知道人生不知道怎麼努力 我就看著他 我一定要為他再拼一次 我要為他拼到 他二十歲上大學後 我在想我已經七十歲了 我在旁邊七十歲 我就決定了 人生沒有退休這件事情 就一直做... 做到開心 你看我勇氣 就是做到走 這是你的目標是不是 對 很開心啊 每天都有事 你被需要的感覺多好 對啊 重點是做你自己專長 跟你喜歡做的事情 是的 沒有 所以家有一...不是老 一妻啊 如有一寶 我是這輩子最大的幸福 就娶到我老婆 好感人喔 換句話說也是最大的挑戰 因為他是念經濟系的 他念經濟系的 那你知道嗎 我們衝衝衝對不對 對 但是他就會手手手 所以我的錢回來 只要進到他那裡以後 就很難出來 有人幫你守住 那也不錯啊 對 他也會守住 其實我的概念很好 比如說我生一個小孩 就要買一間房子 因為我怕他以後 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女兒 我三個都女兒嘛 我總不能讓他淪落街頭 這爸爸好好喔 對啊 沒有要成為我打拚的動力啊 所以三歲那個也買了 真好 是 是 所以我在想說 沒有 我覺得人 要給自己一個動力 為自己活太簡單了 真的太容易了 可是為太太而活 為小孩而活 我也沒那麼偉大 太太是我娶的 我當然照顧她 女兒是我生的 我怎麼能可以放她 自己以後 所以把不可控變為可控 那是我一直來的想法 所以我們把退休金 跟創業金 創業基金 大家分開 對